使用核能已成为世界潮流了吗 意大利历经34年的反核政策 如今大转弯重启核电 新版能源规划预计2028前 全面停用活力发电 2035开始运用核分裂发电 到了2050更要用核融合技术 让核能发电占比达到11%到22% 就连历经辅导事件的日本 到2023年6月也已经重启了10部核电机组 更要在2030年让核电占比提高到20%到22% 当全世界都在减碳要把核电当绿能 台湾为何还不转弯 减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2050年零碳永远都是不变 2030年你说要减24%的话 那是不太可能 今年之后排碳量可能会更高 你本来是有核电 要不排碳 核电没有 替代它的是燃煤 那燃煤是排碳量最大 今年夏天热浪来袭 核三一号机预计七月除一 民众党主席克文哲就说 等到七八月跳电降压 一定会搞得一塌糊涂 讽刺到时候松鼠又要神出鬼没 出来背起责任 来应质疑政府过去为了高端挡疫苗 难道如今是为了用绿能发财挡核电 看看云豹能源成立时资本额才1000万 短短几年资本额就超过了11亿 六位股票上市 股价更从142元一路冲到了271元 最高市值突破350亿亿 过去高端股价也曾经从28.5元 一路冲到417元最高市值来到885亿 身价大飙涨 民进党反核的背后难道全是为了钱 跟当时的高端其实非常的相像 疫情的时候政府党疫苗 现在党核电造成云豹能源飙涨 民进党炒完了高端然后炒云豹 台湾不会有缺点问题吗 他在乎吗他不在乎 股票他在乎 赖静明当年是跟我 我们都在街头所谓帮劳工运动 那一翻转就变成资本家 不但变成资本家打压劳工 现在还变成怎么样 绿营非合成主牌哀红脱离现实 执政者若再不回头 就怕最后苦了百姓没电用 爽了绿电肥猫绿油油 接着杨家宇娟 SR组台湾报道